嗨大家好 我是艾仁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已经给大家 讲到了一些工具类的使用方法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 如何去使用API来创建HBASE 这个表 那么我们虽然说 HBASE的share命令可以成为表 但是毕竟是为后转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应用系统 那么我们肯定不希望 你所有的这种创建表 这些东西 都要去登到服务器上去创建 那这样的话安全性不高 第二个会出错 那么HBASE也使用这种API来给大家创建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式 我们先看TVD 这个创建API创建表很简单 对吧 那前面这两段 我们也很清楚 对吧 包括前面这两段很清楚 对吧 创建的非常简单 那么第三个 这个时候就不是HTable 是HBASE Admin 那他这个名字起来也是非常见名之异的 我我就是HBASE管理管理端 对吧 HBaseAdmin 好 有了HBaseAdmin管理端过后 我们要去创建 你这个表的名称是什么 你得告诉他 对吧 创建一个表 那你表这个里面 他列读是什么 对 你是不是也告诉他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列读 把这个列读 加到这个表里面去 然后就 创建一个表 单独 好 这就是他的一个 一个 使用 流程 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个 演示一个 可谓Table Table Name 那么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过去要多 来 我们把这个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 这个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看 Vivio 放你 就开了 对吧 那才拷一场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他拷了一场 时候我们就看到 他是不是确定 VK了 对吧 他拷贝那边的VK 好 我们再给他下个箱子 来个 Family 创建一个表名 然后 你有一个Family 好 这就是这么简单 创建一个表 我们怎么去用它 来 Creative 如果我们叫做Test03 Family 对吧 我们看了Test03 有没有 List Test03 没有 那么我们来 实行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List 有了吧 Test03 我们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 看到了没有 有个列图F的对吧 好 那这就是创建表 那这就是创建表 那当然说 你在这里面 你可以去添加 你在这个列图里面 你可以添加 它的版本 SetVership 你可以添加它最大几个版本 两三个版本 对吧 那我们再来创建 S04 那我们再看 好 再来看一下 Test04 看到没有 这里面三个版本 这里面默认是一个版本 对吧 那这个列图 里面你可以添加 非常多的东西 对吧 你可以去添加 比方说我的什么 block size HCD 你的快大小是什么 对吧 你都可以去很多添加 这些操作 大家自己去看 这些比较暗 自己去摸索 我们只是给大家 提供一个思路 我们如何去创建这 那个表 如何创建这么一个表 好 那么我们创建表 来就讲到这里 大家课后 对这个思路 每个参数 去用一用 看看是什么意思 多创建一些表 加深印象 好 这里可以用到这里 我都会用到你 底下